各位朋友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我这样的一个经历 就是 有些情况呢 你好像一直很努力的去帮一个人 但是呢 好像你不管你怎么帮 他就是没有得到好处 他就是你怎么帮 你越帮他他越倒霉 或者是他一夜帮他 他变得更糟糕 或者是更坏 有没有这种经历 少了有一点年纪的人 这点经历或多或少都会有的 这种情形我们怎么说呢 怎么看待呢 这种呢 我们叫做生命里面 没有承担力的人 并不是说他生命里面 没有善意成熟 不是的 他肯定有一些善意 才会得到别人对他们好 才会得到好的对待 好的果报 但是呢 如果他没有承担力 比如说他没有美德 你给他好东西 他错用了 他滥用了 或者是他得到好的东西 比如说赞赏就好 他就飘起来的 就自大了 本来是好好的一个人 本来是勤奋 谨慎 负责任的一个人 但是呢 有些人他承担不起称赞 你给他一点赞赏 他就飘起来了 就骄傲了 就自大了 就放异了 就做错了 就造恶了 就堕落了 人格堕落了 这种情形呢 就是说 他没有足够的美德和承担力 就得到人家的赞赏 或者得到好的奖励 你给他好 他就变坏了 这种 变成呢 他会让对他好的人 给他好的 或者所有的好的姻缘 维持不了 不可维持 你怎么维持呢 你对一个人好 你一对他好 他就变更糟 你对他好 他就堕落 那你怎么会维持 那么有智慧的人 当然就会停止了 我再对他好 再给他好的东西 他就会放异 你给他钱 他就拿那个钱 去做坏事 去放异 花天酒地 那你就想 我没给他钱 他还是一个 过着朴素的生活 他有了钱 他就变成 一个另一个模样去了 那谁还会再帮他 有智慧的人 不会再帮下去 所以这样的人呢 他就再也得不到 好的对待 这种叫做 没有承担力 所以很简单 你要看自己 对或者是别人 对生命的一切 有没有承担力 你要问自己 你遇到了 你得到了 你是更好呢 还是更坏 如果你是更好 那就是说 你承担的好 如果你得到好的东西 你真的是 更糟了 或者一个人 你看你去帮他 你帮了他 他变得更糟了 更忘恩负义了 更不感恩了 更没有美德了 那么这种人呢 可能就是 他承担不起 他只能在苦中向上 也许苦中向上 那还算是好的 如果苦还不能向上 那就更糟糕了 那连磨练的承担力都没有 所以有些人是 好也不能 也要堕落 坏他也要堕落 光明也要走向黑暗 从黑暗中 也要走向黑暗 那真的是 那这是最悲剧的一个生命 所以让我们提醒自己 当我们看到生命里面 有那种 不能够承担好东西的 那种生命模式呢 让我们提醒自己 愿我不要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模式 愿我不管遇到什么 磨练也好 考验也好 顺境也好 宠爱也好 奖励也好 赞赏也好 批判也好 五入也好 这一切的经验 让我都要变得更好 遇到了过后 我要变得更好 更进步 更善良 更有美的心 更清静 更多的光明 更多清静 好的快乐 如果我们这样子 塑造我们的生命 那我们其实是 可以承担很多好东西的 所以不要说 有很多人是说 我的命不好 我的命不好 但是当我们观察 其实未必是 他真的那么倒霉 是他承担不起好 所以一而再的错过 生命里面的好 生命里面的机会 这是因为没有承担力 不懂得把握 不懂得善用 不懂得让好的因缘 好的遭遇 在生命里面 让自己更上一层楼 让我们都做一个 有承担力的人 遇到了一切一切的 生命遭遇 都要提升 而变得更好 逢一切 顺利起落 皆起 智慧与慈悲 就是一切来 遇到什么 我们都要开发 我们的智慧 遇到什么 顺经历经 我们都要更加的 怀着慈悲 去面对这个世界 我们的智慧 去面对这个世界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智慧